美国民众大概想都没想过 以前花钱买东西 好要请店员等一下 我先找一下折价券 这种尴尬的举动 这辈子大概没做过几次 现在竟然变成全民运动 观众们晚安 欢迎收看全球新观点 糗了 美国总统拜登真的糗大了 誓言说要打通膨压物价 结果反而越打越贵 最新美国的5月份 CPI通膨数据 年增8.6% 创下40年新高 你可以从美国最近的一些新闻报道 就能够感受到 大家现在的压力有多大 新闻的报道内容 不外乎都是什么东西 某某东西又变贵了 好涨价的幅度又有多少 甚至新闻记者在采访 很多的一些主妇们专家们 来采访他们 最近有没有什么省钱的小妙招 还有一些民众就分享啦 你不要看他们这家庭当中 有一方的收入很稳定 甚至有些是执法人员 有些是公务人员 好看起来薪水应该是很稳定 但是他们也 现在也不敢乱花钱 现在还要在各方的去搜集这些折价券 哪里有便宜就往哪里去 因为现在的物价真的涨得非常的夸张 涨得比薪水还要来的贵 好所以必须能省则省 还有就是网路上面的这些网红们 你去看美国的这些频道 你会发现现在这些网红们最好最夯的热议主题是什么 好是教大家如何省钱 如何用10美元不到300块台币 解决一个礼拜不是一天哦 是一个礼拜的晚餐 这种主题特别特别的热门 你就知道现在通膨物价有多么的惨烈 好引发的问题唯恐变成经济上面的危机 所以拜登之前好就把FED的主席鲍尔给找来 好要一同来商量抗通膨的大忌 也就承诺了好这所有的一切都会尊重FED 他的一个独立性 言下之意就是我全权交给FED去处理 哪怕你今天出众手出的力道大了一点 药效猛了一点都没有关系 只要能够把物价打下来 只要能够把我拜登的民调拉上来 好都随便你做 那联准会能够有什么办法呢 当然嘛不外乎就是升息嘛 不外乎就是缩表嘛 但是这两样工具有这么简单吗 你今天升息的药效如果猛一点 OK好那经济就是直接衰退了 因为你要想大家现在这个时代 大家身上都有一些债务的问题 有些人可能背的是房贷 有些人可能背的是车贷 学生们可能有学贷的压力 你这利率一调升调得过猛过快 这些人受得了吗 整个美国民众很多人都是靠着借钱过日子的 利率调得太快他们钱还得出来吗 钱还不出来银行收不到利息收不到钱 有没有可能会发生信用上面的危机 风暴如果扩大连环暴 那还真不排除2008年的金融海啸会就此引爆 但你说好那我们就慢慢来温和的做 温温的做但是你这温温的做物价狂飙啊 飙的民众现在受不了了 到时候如果消费力到大幅度的紧缩 现在不就还是一样最终会导致衰退的情况吗 所以啊华尔街的机构我们就出来预测了 联准会这一次不太可能再慢半排 巴克莱甚至就预估这礼拜的政策会议 就会直接来升三马 好原本市场上面甚至是很多的官员 在先前就已经有预告了 他们会积极升息那幅度大约就是两马 市场上也对于这两马的想法说法也都习惯了 但是没有想到美国这一次的通膨不减反增 所以让三马的这样的一个激进的力道 一下子一夜之间好要升市场做广泛的讨论 那当然这是巴克莱的看法跟说法 但绝大多数的一些华尔街机构倒是认为 应该不可能在这一次好就来到三马这么多 因为毕竟好礼拜二礼拜三礼拜四凌晨 我们台湾时间要公告只剩下两三天的时间 这时间有一点点短哦 也许可能会考虑讨论 但是毕竟只剩两三天就要做六月份的会议政策 那你要会让市场上面措手反应不及 所以他们应该不可能在这个礼拜就这样来搞事情 但确实有可能会讨论 所以华尔街多数的机构说认为可能就放到下一次吧 好也让大家有一个心理准备 放到下一次七月份升息原本预期是升两马的 但现在没有了 好现在大家觉得七月份可能会再出正手 直接升三马 这几率现在已经过半标高到几率有百分之五十二点九 好可是这个问题是单靠联准会就能够来解决的事情吗 你去仔细分析美国这一次五月份CPI物价飙涨的根本原因 其实不外乎还是因为原物料一直涨 尤其是油价标个不停是最大最大的元凶 所以你这些原物料你这些油价的价格如果下不来的话 你一直去逼联准会根本没有用你知道吗 利率一直调升但油价还是在高点那请问联准会做的这些利率一直狂拉 他造成的只是单方面经济衰退变成是用经济衰退来打通膨 这样得不偿失所以你要上你还是要对症下药啊 因此啦美国总统拜登就把矛头指向这些石油原油上的产业 说啊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原油商真的赚得太过火了 赚得比上帝还要来得多不是说你们不可以赚钱 但是你们赚得要有道德吗要合理吗 那确实也看到了我们就来看看美国的石油生产巨头商 艾克森美孚好他们的最新第一季度公告出来的 当大家所有的产业都开始在紧缩惨兮兮的时刻 美国的原油商美孚他们的第一季度的利润获利是翻倍成长的哦 年增率达到103% 好所以看在拜登的眼里就更火啦 我叫你们增产不增产好啦 你看到你们的利率赚得这么多你们的利润赚得这么多 那你不是摆明故意的吗 你们故意就是不要让原油生产量抬升让油价下来 因为这样你们可以什么事情都不用做 坐等钱从天上来 油价只要一天不降下来 你们的获利就会一直不断的拉升 你不是摆明跟我对着硬干吗 不过啊这些石油商们也有话要说 不好意思拜登总统你甩的这个锅 我们可是不背的哦 好你要我们增产有这么简单容易吗 你说有没有砖油井有 砖油井有空的砖油井闲置的砖油井是一大堆没有错 但是砖油井摆着难道他就会自己动起来吗 你今天要开车你这个汽车里面是不是要至少要加油 这些砖油井也是啊你要让他动起来 那里面要加添加一些原料吧 按照现在的技术之下这些砖油井所需要的原物料是一种叫做压裂砂 一种沙子好但是问题是这种沙子现在也很贵啊 这个价格比起去年已经贵了将近两倍之多 再加上现在美国的人工工资非常的贵 很多人现在也离职了 那你这些呃人劳工的缺口也不能够随随便便找了来顶替啊 因为他们这是有技术性的劳工工资这么的贵 原物料又贵那你说他们怎么敢随便投入 当然不敢轻举妄动啊大家开店做生意都是要赚钱的吗 那你这些成本这么的高啊那他们怎么敢大量的投入呢 更何况你要他们花这么高的成本投入 但是赚的钱有比较多吗 没有反而获利是会下降的哦 因为当原油的产量上升上来油价下跌 收进来的钱变少了成本又变得更贵了 那他们要赚什么呢 获利被挤压你把他们当笨蛋吗 因此哦已经有市场现在悲观的在预期 这一次打通膨恐怕没有这么简单 通膨会变得更加的根深蒂固 更加的顽固 没有经济软着陆这种事啦 金融市场后面恐怕要自求多福 哎哟 了 你说